而同样是希莱斯英文佛学系列讲座 是离请到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的研究员 妙光法师以大称起信论一心二门 来作为主题进行演讲 纵使美国洛杉矶连日大雨 还是吸引了70多位中外籍的信众来出席聆听 美国洛杉矶连日大雨 还是吸引不少信众风雨无阻前来聆听同战法医 妙光法师用提问的方式带入演讲内容 以大称起信论一心二门为题 让听众们自我思考 接着法师介绍大称起信论的来源与其重要性 说明六七八世之间的相通和十二因缘的生灭 法师引经据点深入前处地解释了一心二门的理论 也介绍了大称起信论中的修持方法 三大四信五横 在问答思辨之间信众们收获不少 妙光法师最后也提醒大家多读佛书 并且靠佛法的指引 持续在学佛修行路上精进 人物是美国洛杉西最后代表 谢谢大家